双十大战结束后,除了从十亿身上抢回的奖励 十号还有什么收获? 十号以重生的至尊骨反压至上苍结光 以灭魂针与镇魂塔强势将十亿灭杀 双十大战就此告终 三块青铜碎片从天而降 这便是胜者十号的奖励 除此之外,十号还有什么收获? 至尊殿堂残缺传承 青铜碎片的作用人人皆知 只要集其十块,便有资格参悟十凶宝朔 十号在众目睽睽之下连得三块 再加上之前所得,已经凑齐了八块之多 大战过后的十号已是重伤之躯 怀必其罪,十号瞬间变成了众矢之地 混战一触即发,各种宝具向十号袭去 其中一张兽皮让十号感受到了莫大威胁 一股圣人剑意自兽皮中喷涌而出 化作璀璨剑光 十号抬手便是朱雀伺机与剑光对轰在一起 虚空都被震得动荡不已 兽皮的步凡已经引起了各界注意 以十号毒辣的眼光,怎会看不出来 挡住剑光,十号便伸手朝兽皮抓去 兽皮中心却开启了一方小世界 欲将十号吞噬进去 十号调动全身神吸,动天之力全开 昆蓬法运转到极致 才勉强震散了那股强大的犀利 将兽皮阵风 虽说只是短短几期时间 压力却不亚于与十亿一战 回到石村后,十号才开始参悟兽皮中的剑影 经过不断演化,十号终于解开了一丝剑影 那股圣人剑影是一株剑草所留 一株草也可展日月星辰 全盛时期的剑草 以一己之力与四大不朽之王血斩 早已位列太古师兄 其传承的草字剑爵被称为天下三大剑爵之一 十号虽然只参悟到了草字剑爵残片 但也收获匪浅 兽皮中的那方世界 以它目前的境界无法打开 只能隐隐看到六道两个字 其中藏着的是天宫六道轮回的残片 这张兽皮乃至尊殿堂仪师的残缺传承 待十号找到山宝之后 才可完全解开其中秘密 虚空兽皮 围攻十号之人不仅有外语无名尊者 补天教的西花婆婆更是其中的主力 早在双十决战之时 西花婆婆便以诅咒手段干扰战局 只是被十号以至尊骨强行化解 十亿陨落后 西花婆婆仍不甘心 依旧对十号穷追猛打 可当见识到十号的雷霆手段后 西花婆婆蒙生了退意 打算借虚空兽皮顿走 十号又怎会轻易让她逃走 以动天之力禁锢虚空 一把将西花婆婆从虚空中拎了出来 西花婆婆战役早已全消 只能任凭十号摆布 十号从不会对敌人有任何怜悯 当众便将西花婆婆肉身分解 再以镇魂塔将其真灵镇杀 西花婆婆的那张虚空兽皮 则落入了十号之手 早在摆断山之时 十号便见识过虚空兽皮的妙女 甚至厚着脸皮让火灵儿送给她 这穿梭虚空的宝具可不多见 无疑是保命的绝佳至宝 虚空兽皮到手 十号激战群雄的底气又足了几分 片刻间 他便将兽皮炼化 运用自如 惊得一众尊者脸色骤变 虚空兽皮可不是寻常宝具 符文极其繁杂 众人却不知 十号早已摸索过火皇的那张虚空兽皮 再加上超越常人的天赋 祭练起来自然更快 神灵印记 虚空兽皮到手 十号便得神出鬼没 曾对他出手的尊者无疑倖免 皆被斩落 可十号却依旧不是场中最耀眼的存在 来自上界的神艳男子 竟直接对虚神界御史动手 他欲夺取御史身上的神灵造化 御史虽强 可调动虚神界的法则之力 可神艳男子之所以出手 自然有其底气所在 他祭出了六道轮回盘的一角 那可是上古赫赫有名的混沌法器 虚神界的法则之力 也奈何不了神盘的秩序之力 御史最终被轰成了数十道光团 那便是神艳男子 一心所求的神灵印记 飞散的光团乃是无主之物 众人皆可抢夺 十号又怎会错过如此良解 瞄准了几道印记便急迟而去 神艳男子本打算出手镇压十号 可那让御史都颇为忌惮的神盘 却奈何不了十号 十号头上的小塔金光大胜 散发出磅礴的混沌之气 神盘的法力皆被小塔轻松化解 无奈之下 神艳男子只能眼睁睁看着十号虎口夺食 双十之战中 十号本就感悟颇多 吸收完神灵印记后 直接突破至了劣阵境 放眼整个荒域 也从未出现过如此年轻的劣阵强者 这不仅要归功于十号的自身努力 他所吞噬的那些天地灵物 也功不可没 вол奖 刘